那一夜成名 失误当日夜就捧沈阳 那捧谁捧我 2009年 小沈阳带着小品不差钱 登上了央视春晚 一夜过后 全国都知道了她的名字 大江南北掀起一阵苏格兰穿衣风格 电视上放的是小沈阳的小品 大街小巷回荡着她的歌声 爆红之后的她 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小沈阳从一个没人气的二人转演员 直接变身顶流明星 出场费从几百块 变成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五十万 成为继成龙刘德华周杰伦后 第四位最值钱的艺人 这次她是真的不差钱了 小沈阳享受着成名带来的红利 春晚过后 她不仅连续接下多家地方台春晚 七十多个城市上百场演出 就连张艺谋都亲自邀请小沈阳 参演自己的电影 彼时的她刚指导完奥运会开幕式 深陷舆论 因此张艺谋急需一部电影来扭转口碑 如果想要拿到高票房 那么找一个当红明星是最重要的 众多演员中她看中了小沈阳 就这样 毫无经验的小沈阳 被张艺谋拉进三枪拍案惊奇的剧组 然而 这部电影非但没能逆转舆论风向 嬉皮笑脸的人物表演 和跳跃性叙事手法反而成为诟病 但小沈阳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红到发紫的她 习惯了大众的鲜花和掌声 心态自然也有所不同 有一次 小沈阳和师父赵文山在外就餐 前来找两人签名的粉丝不计其数 看着师父没空吃饭 小沈阳终于忍不住了 我在旁边我怼那人一下 我说起来 我说干什么玩意呢 我说师父吃饭呢 我说赵老师 你心的心能拿不行吗 我说一会咱们再照吧 我说你夜里也不行吗 我去都走了 走了以后 我师父就很少踹了我一脚 干什么玩意 人家找你这样 你什么什么行为 师父这一脚 虽然踹行了当时的小沈阳 但他的脾气 却一直都让赵文山放心不下 因此赵文山 也不止一次的劝告他 但小沈阳却在叛逆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师徒之间不合的消息 也频频传出 赵文山甚至在节目上吐露 现在用他剧场演出 我自己舞台的演出 我就不太敢用他 因为用他就怕赖上他 因为他突然火了 这小沈阳给他演了 他突然走了 观众不来了 彼时观众对小沈阳 逐渐产生神秘疲劳 会磨平他的棱角 也为给观众换个口味 2010年 小沈阳再度登上春晚 但这次的他 不再是赵文山手心上捧着的人 而是一个给王小丽做陪衬的打酱油角色 小沈阳并不甘心自己就此沉寂 所以这次演出过后 他向师父提出 要出去自己闯荡的想法 赵文山甚至无法劝小沈阳回头 只好应允下来 想着让他吃点苦头 在此之前 也是对小沈阳万分叮嘱 谁承想 小沈阳非但没将师父的话放在心上 反而在逃脱师父的约束后 开始变本加厉 大家 不要 我吓死你们 一个个都困了咋的都啊 玩手机的呢 鼓掌不行吗 鼓掌啊 这是发生在2017年微博之夜上的一幕 彼时小沈阳受邀上台领奖 由于活动直播时间长 台下嘉宾不是哈欠连连 就是拿出手机解除困倦 然而 看到台下观众都低着头毫无反应 受到冷落的小沈阳突然在台上怒吼 以表自己的不满 把台下的邓超直接下出表情包 或许是感觉场子还不够热 小沈阳又借题发挥 讲起了段子 男人没事多拍一拍 每天五十足 会怎样呢 胸肌啊 女人你拍一拍 你想象一下 好 女的部长够用啊 不合时宜的玩笑 不仅没有达到暖场的目的 反而让人深感尴尬的同时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得罪了不知多少位嘉宾 事发当晚 小沈阳就占据各大新闻头条 尽管他发布道歉声明 但还是无法挽救急速下滑的口碑 赵本山得知此事后 可谓是对爱徒苦口婆心的劝告 你不是明星 你别忘了你过去唱一段往下哄你的 你不要火气太重 你不要觉得自己满身光缓 不要嘴把不住门 你就不会说的就别说 然而树大招风 那段时间有关小沈阳的消息都不大友好 例如醉酒打孙宏雷 对女记者爆粗口 不仅如此 小沈阳的团队也没少遭人诟病 当年有一位广告投资人想邀请小沈阳参加一场商演 小沈阳却表示 合作可以 但出演要带着团队 否则他不会去 考虑到小沈阳的名气 投资人还是点了头 就这样 小沈阳带着35人浩浩荡荡的从沈阳飞往长州 演出前20分钟 谈下观众对小沈阳翘熟一盼 可主办方在后台却发现 35人全部缺席 等到工资人员找到他们时 小沈阳团队直接拿出一打机票 要求对方报销 否则他们不会上场 工作人员百般无奈 但也只好乖乖拿钱 然而这件事还只是个开始 演出结束后 35人跑到饭店 吃了个酒足饭饱 还要求主办方掏钱 但这费用并不在主办方报销范围内 商家见双方争执不下 直接报了警 最后 小沈阳团队只好不情愿地自掏腰包 买单走人 然而等一行人离开长州后 广告商就发现 把这个票给我看看 那么承办方的人就把票给我看了 我一看 我觉得又更不可思议了 我们就说 这张假票我们绝对不能报 因为我们是正规团队 原来 之前团队让报销的机票是假的 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 也并非飞机 而是大巴车 后来 团队立马给出解释 将全部责任归结为演出太多 以至于助理盲昏了头 拿错了发票 事后 赵本山严厉训斥了小沈阳 但很显然 他并未将师父的话记到心里 也从那时开始 小沈阳开始向影视业发起进攻 由他主演的《大笑江湖》 《河东诗喉2》 非但为展现出小沈阳的表演实力 反而让他收获了第一届和第四届金扫帚奖 不甘心的小沈阳做起了导演 亲自指导了一部 名为《猛虫过疆》的电影 结果却是被观众吐槽的体无完肤 或许是认识到现实 也或许是真的对小平感到失望 在电影圈混迹良久 都未能有所成就后 小沈阳终究还是说出了 自己对老本行的真实想法 因为起点太高 导致小沈阳无法再突破自我 当他多年后再次提及小平 眼神中也满是遗憾 小沈阳终究还是对年轻时 执迷于电影荒废老本行的决定而后悔 但无论他今后有什么样的打算 小沈阳都不会停下脚步 因为他的背后一直有一个人 在默默地支持他 当年一夜爆红的小沈阳 被质疑会不会像某些明星一样 成名后抛弃发漆 而小沈阳仅用两句话 就让那些人哑口无言 媳妇跟我同胆共苦 不可能不可能离婚 当年 名不见经传的夫妻二人 靠着出演二人传小剧场为生 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他们在演出时 总会有人现场戏虐两人 有次 两人在舞台上唱得正起劲的时候 台下一位醉酒大哥 冲着沈春阳骂脏话 或许是内心积压的负面情绪过多 沈春阳演唱的声音中充满了哭腔 一旁的小沈阳察觉到后 二话没说 搂起袖子冲到台下 与出言不逊之人扭打在一起 虽然因为此事 小沈阳受到处罚 但他内心却十分痛快 小沈阳希望自己 能够给沈春阳一个依靠 所以甘愿将身上仅剩的150元 交到他手里 从那之后 小沈阳拼命赚钱 甚至不惜陪观众喝酒 由此演出时 有位客人搬着一箱酒 走到小沈阳面前 为了拒绝 他直言自己喝一瓶酒100元 却没想到 对方直接将一打钱拍在桌子上 为此 小沈阳没命地喝 一旁的沈春阳 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所以 当小沈阳成名后 他甘愿放弃一切 成为丈夫背后的女人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看似小孩脾气的小沈阳 对沈春阳来说 也是他的一片天 只有经历过苦难 才得知幸福有多么珍贵 只有经历过世事磨难 才能真正看清现实 不论怎样 小沈阳也算是功成名就 希望之前的一夜爆红的经验 能让他继续创作出 更优秀的作品